千堂儿文化协会目前在台南市举办了汉服之美的系列特展 在活动中透过折纸 让民众更进一步的了解到汉服 里里外外所蕴含的中国传统艺礼 在主办单位的细心教导下 参与民众都能折出漂亮的Q版汉服 有点难度 现在才知道说折纸也是一种艺术 要慢慢练习 才知道它的美感在哪里 刚开始在看的时候 一张纸好像没什么 折到最后怎么越折越困难 想要放弃 刚好有老师在教 不然折起来不会这么漂亮 看到这个成果还蛮不错的 很漂亮 我们手蛮有创意的 我觉得这个大人做小孩子也很好 因为这个就是要教你手的巧方 巧的方式这样 不用用机械 还用手整件的汉服 它的架构整个都弄出来 还配上它的一些 或许我们可以给它中国节 什么小饰品弄上去 让他们私自上 就看到原来汉服就是这样 主办单位除了希望让民众了解汉服之美与特色 也同时强调 中华传统服饰 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道德文化内涵 认识到这个文化 它是贯穿的 这个是天人合一 贯穿人意理自信 如果大家从这里开始认识的时候 一人的那种职责 把它扮演 角色扮演好吧 原来汉服还隐藏如此深厚的意理 逐假期间 家长们不妨利用周休二日 带着家中宝贝 一起来体验汉服 里里外外 有趣又负哲理的内涵 新唐亚太电视谢淑芬林金吉 台湾台南采访报道